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个星期如果相信再升的话 刚才我第一节所说的有机会去到425元的话 哪个最有爆炸力的波伦 我会在我们付费会员那边 好了 选股器刚才说了有2456789 其实不要多了 大只都是那两只 刚才说了太多了 刚刚爆炸的又有245个 继续又有6个 11个 11个里面比较好一点 大概有6-7个 在我说过之前 我今天带了一个耳朵给大家 不是经常说买哪个 赢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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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也挺好的 有些赢得很失败 非常好 而且你发觉开始掌握到多少少 如何去找股票 有时候看到你找股票看一张图 也挺不错的 在形态上 或者在其他技术工具上 技术信号上 都很像 不错的 又要呼吁 记住他捐血 别说我沉 还有课金 课完之后记住要标明支持我们 《淘标学人》节目 否则岳余说我们节目不受欢迎 明年在考量明年还能否放我们节目的时候 他说这作为一个很直接的标准 所以大家如果不是付费会员的话 当然如果你是付费会员 有课金的话最好 谢谢 如果你不是费会员的话 记住课完之后 发出短信来说支持我们节目 否则你不能做 另外再说一件事就是 因为今天是星期一 你看到我的时候 星期六我们初班 初班有几个同学报名 也不错了 实战班 未来周六就会举行 二十五日那天 所以如果你想报这个实战班 也还有时间 就打电话来MHK 或者WhatsApp他们去报名 或者打电话上来简简单单 好了 先去电话 今天就带了一个电话 第二点点 我们上个月十月不是说在米兰我们大会 我们年会 联会也有很多个联会 联会也有很多个联会 那里我们差不多有二十几个联会 我会拿出来跟大家说 因为我觉得是其中 这次会里面 一篇比较有意思 和大家分享 以及有些质量的表演 这位人兴趣就是Francisco Francisco 他是MFTA 他为什么会拿到MFTA 因为大市级 即是和Bollinger Band Bolica通道 John Bollinger 同一样 因为他发展了一种 CMO CMO CMO很快在2018年 就会在Bollinger Band 加进去做其中一种工程 放在Bollinger Band 让你用到都不简单 都是好东西 所以当然是大师 Francisco 也是意大利分会的会长 这次我们MFTA 在米兰的主持 整件事是他搞的 做得挺不错 好了 去谈谈这个 Composive Momentum 是一个什么概念 最主要都是一个 循環的概念 也是一个循環 循環在技术分析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很喜欢循環的概念 因为永远的东西 都是一个循環 新到病死是一个循環 这幅图画出来的 一个人 一个嬷 一个男生 而且是一个季度 最后变成老夜 更是中年人 然后就劳化 也是一个循環 整个物界也是一个循環 八卦裏面 六、四卦也是一个循環 所以他也拿了一份 CMO是一个循環的循環 究竟是什么回事呢 我并没有展示出来,但是CMO是一枚静调, 这个静调会在0和18之间游走, 如何使用CMO的概念呢? 大家在这些板上就会看到,其实在静调, 现在看到AD和TU是什么呢? 首先我先讲个T字, T就是代表Terminating, 即是这个资产的价格,可能是EUR, 或者是指数,或者是过股, 如果你是在一个T字里面,即是说如果CMO是在那里面, 现在这条线打横那条, 这条线我现在实际在移动, 这是零线来的, 即是你当RSI中组50, 如果这条线就是零线来的, 如果跌低那条零线, 它就会跌到一个叫做Terminating的阶段, 直到它底下就开始, 你发现这个CMO上升, 这就会在一个叫做上升。 上升, 再过到零线, 就在一个叫做进行或者移动的阶段 即是说这个指数已经是指数上升, 在超过0, 这就会在伸促那些股价, 直到它升到最顶, 顶后开始回落,这个D就是一个下距,指定下距,下距,下距,上距,下距,下距,跌穿零线,去回到封锁的步伐 形成到有两个转损,即是升上来到顶,再刹下来 当然它要你买,立即显然意见,要你买的时候在哪里买,就是在这些位置买 第二个就是在升上距,这个位置买,这个就是它用CMO这个工具里面的概念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CMO,它也用了很多的资料,我们知道它在MFTA的论文里面 用了很多的研究,它研究了S&P,日经,S&P和DAS 三日指数就归纳了一些关于周期的周期 刚才你看到,这样叫做一个周期,由一个顶,一个底去顶,下距 这个才叫做一个周期,一个T到T才是周期 或者一个顶,一个A去另外一个A的顶,这才叫做一个周期 那么它会发现到,在周期的定义里面,如果刚才根据做了这么多研究 关于那三借指数,发现如果你发现在内 即是用一个日常浏费去应用下去,大概2.5至4个星期 就会有一个短期的周期,三至四个月都属于短期的周期 一至1.5年就会成为一个中期的周期 再长一点,或者长期的周期就是3.5至4.5年就是一个长期的周期 接着一个很长的周期就是用十几年至15年平均 成为一个周期的周期 不过你看到它们用的棍是不一样的,如果用日线图的话 你就会看到容易找到一个短期的周期 相对于会用周线图,月线图,和一个季度的高低低 才能找到一个长期的周期 释除专辨,有些人喜欢炒长线的那些 就喜欢看月份的浏费,老实说很少看年期的周期 这个概念,你看到它买和卖,找一个周期 那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买呢? 或者我跳快一点,因为时间不够 好,就去到这里了,第一个应用 就是当它的线图在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拿走这个线图,很讨厌,遮住大家 算了吧,不要遮住大家了 它怎样用呢?就是说 如果CMO跌穿这条线图,在这里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一个看跌的讯号 直到这个红色变成蓝色,才是一个 去到一个牛市 但是其实这个有点滞后 因为呢,其实那个征税不在这里 那个征税应该就是,在这一幅图 就是说一个向前向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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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我以这个为例,在A那里 现在我的手摘在这里 接着就是D,开始跌了 接着跌到跌穿0,才去到一个T松 而T松一路跌的时候,你别管它 然后接着就是T松开始向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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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言下之意,只要主席在底位上升上来,开始在顶部开始缩绝的时候,才是转角位,这就是想带出概念 另外,如果要稳固一点,就在这个情况下,整个跌了在一个销售中,即是确定下跌,才做缩绝,或者整个总统升穿到零线以上,才做这个销售,才做这个销售,这就是另一种适用的方法 最后一种方法就是超级跌和超级跌,因为它是一种适用器,所以如果市场升得太急,它就会用两条,类似RSI的70,或者30,或者20,80的物体 不过,它通常,我发觉到它不是这样的定义,它是用一堆的历史,告诉你,不,通常碰到这个水平,就是这一种产品,这就是10年半的价值,那就是价值 如果它碰到这个顶部,就需要一个回套,那它就会用这个来做一个超级跌和超级跌的策略 那就是再重复一次,基本上就是一个关注的几点,第一点就是由这个 封销售,转回到一个升幅开始,这里是最理想的买入价值,这里是最理想的买入价值,这里是最理想的买入价值 然后就发觉这个效果是比你买入价值是绝对优胜很多的 那就是这些数字,你看到很多头赤,我都不再跟你追下去,你都会看到头云的 那不如我就简单去到最尾的那一篇,告诉你,原来 就是做这个策略,如果你买入价值,买入价值,1990开始,这个应该是S&P 那去到最后,买入价值就赢了4倍,这只赢了6.7倍,所以成功率是高很多的了 好了,大致上这些东西,明年会在Bloomberg那里看到,如果大家看到CMO的产品不妨可以买入价值 不过,再重新一件事,关于这幅图,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 其实也是一个循環讨论,就是关于市场的心理状态 始终这个也是回应到刚才那四个圈子,如果在U的时候,那些人还是很疲惧的 大家也希望,然后觉得买入价值之后越来越乐观,开始亢奋 然后到顶的时候,就是一个陶醉的阶段 虽然有调整,但也因为赢了太多钱,所以基本上心理上也是非常舒服 永远是很满足的,然后开始不对路,开始恐惧,开始愤怒 最后就是投寒,形成一个这样的循環 其实这些循環和道士理论和波浪理论,其实全部都是融会贯通 大家都是同一套概念 好了,有机会再与大家深谈一下这一套概念 不过,根据CMO,就是刚才Francisco 刚才Francisco说过这个模式,用在周线图里面 导致2018年有机会见顶,这个就是他在大会里面 就是说出来用这个概念去找到一个这样的讯号 这个东西不可不提,为什么呢? 2018年,正正就是在2014年 2017,2016,2015,2013年,我在三藩市听第一次 我们FTA大会的时候,当时用周围讨论 说法国,即是法国,不是法国,是法国 法国的研究者说过一句话,就是说 周围讨论导致大单变性十年 好了,大单变已经我说过几百次了 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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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 2018年就是10年了 如果根据CMO,明年是有些暗涌的,就是这件事了 既然周围讨论导致2008年都说道指要升十年 去到2018年的话,既然他这十年都准了 那你说2018年,他有没有机会有个调整呢? 所以大家想想,我也觉得今次去意大利 一个很好的讯号就是Francisco 刚才说了这番说话给我听 好了,选股起了,他有电脑,麻烦你 刚刚爆了就有几只,第一只就是3799 3799就是昨天爆了,今天就是高位出资阴烛 那这件事就因为是刚刚爆了,虽然还是早段 虽然今天出资阴烛,不过如果你买了 都买得过的话,6元就做止蚀了,6元就做止蚀了 另外第二只,就是这个6869 6869又是昨天爆了,昨天升了上来做了调整 这个又是止蚀放在,这只不要放在这么低,这只放在34.5元就好了 34.5元 另外这个是1223,1223就是新丰集团 新丰集团是我喜欢的,这张图 新丰集团如果今天我喜欢就喜欢这个 1223新丰,指示很容易摆,摆9毫 因为第一,摆指示摆得近,第二,这个样子是想抽上去的 成交量最近这几天都是慢慢随随上升 而价位不是有太大的进象,是一个好笑头来的 大件炎手指舌 另外一只就是196,196也是拨 因为指示摆得近,拨这个有个新型形态 摆在5.7,那个stop loss 摆在5.7新型态 另外一个627,627 右威,右威贴过很久 之前右威这一阵我们贴过 这支音笃就和话幻别结束了 接着呢,今天来了,今天升了指数 明天,拨礼拜一就可以再拨多一脚上去 右威,右威指示摆在今天一半 今天一半大概是过一 1.06,1.07,摆在1.07,摆在右威 你问我,在刚刚爆的这支音笃里面 我就喜欢1.2.3和右威,两支 这两支,因为好像样子很帥 这支刚刚爆了,挺有信任的 好了,另外就是新型态 我最喜欢这支,刚刚说的1.131 这支就买了 我帮客买了,我没买了 我有机会,如果星期一爆上去 开始走的话,我也会买 1.131,3.1指示很容易摆 就是摆在2.09 2.09 之前我帮客买了一支 这支就看图图 说还没输过 很容易摆,因为你发现每个星期 每天的日落都不会低于前一天 所以你星期一买的时候 你停留下来太容易摆 放在7元就算了 这支很棒,我觉得挺有趣 挺神奇,因为图图很漂亮 这支我也会买 10.79 10.79 重建科技 10.79 这支又是伸延形态 芝士又很容易摆 放在1.9 另外一支是喜欢的 就是10.30 10.30 又是继续伸延 伸延上来之后 然后开始再伸延 这支是继续伸延 就是放在4.5 10.30 放在4.5 另外这支是 8.53 8.53 Metron Interpol 这支是Micropod Metron 你要摆指示 很容易摆 因为放在今天 日落就可以了 放8.8 就可以了 最后一支是582 582 南鼎 南鼎今天次再走 先前这支 南鼎我们说过 我们捕捉过 终于出了一个大调整之后 出了一个下影线 碰到10天线 即是你不相信 刚好碰到10天线 就是反抽 几支阳烛再走过 好 这个就慎防去 这个纯粹反弹 因为你看到这个反弹成交量很小 但是 如果你要博它的话 就放3毛 3毛 就稳定一点 好了 这个星期就比较喜欢 刚才说了 123 627 1131 这几支 1030 以及2098 这四支 就是比较喜欢 这四五支 好的 选股器就是这一堆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上一 要1448 福寿员都说好 这支 創新高 6.5 先前我不是说这支 有料到 这支 我们应该是这个时候 跟大家介绍的 应该是5.7左右 这支漂亮的 5.7到6.5 今天出这支上场脚 好像短期里面要休息 因为上次出这支 上场影线 就看到有几天调整 所以这支 如果你买了 在星期一可能急急 就要走 福寿员了 最后在完之前 就很快再说多一说 就是欧洲 欧洲 欧洲 这个大头肩顶 没有变的 上次就拨他做完 调整 这一波才是真 星期三 就曾经冲过上去 还没穿右肩 右肩是在这个位置 右肩顶是1.178 即是1.9 如果欧洲不升线1.9 这个头肩顶是未坏的 再加上这支长脚 我建议仍然是沽欧羅 但指涉位是放在1.19 这个水平 穿了1.19 就投降给他 否则短期里面 都是策略不变 OK 那就大致上 可以回来了 大致上 这个星期是这么多 那就留意Facebook 我会发布 第一件事 就是要发布 腾讯那个 召唤 大家留意 星期一 我们Facebook 好 严守指示 拜拜 拜拜 我打算做一个震惊13亿人的歌手 先生 位置就不是这样 你可以参加Racing Vlogger Racing Vlogger 好东西 是啊 去年有超过13个Racing YouTube频道 而在上一季 就有超过650集的财马预测 一经入围的朋友 就会有专人提供发展基金 给你们拍片 那不是还有机会让我上位 真心保得输 师傅 快点来参加